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手的一个选手池吧 在ZU这边说实话 他们能够出场的选手也不多 实力强的就是小明 还有一些新人 蒙斯克punk 这样的选手出场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但加入了HUS 加入了REX 加入了SEL 他们整个排兵不正 还是有竞争力的 他排兵不正就好排了 我觉得这个对于其他战队 抓以前ZU战队就没那么好抓 你像上赛季ZU其实是被打将棘的 入他的整个排阵就有问题 好 这边第一场比赛的选手HUS HUS这位选手大家还是很熟悉了 天下三狗之一 是的 他的打法以飘逸而著称 不走寻常路 不就是狗吗 各种放大招 说好听一点就是战术多变 说难听一点就是各种一波难 各种狗 只要狗得到他就肯定要狗你 是的 反正不跟你常规打 对 他对手这个DPAP和SEL的 这两位选手好像不太熟悉 TAP TATP 上次好像上过场 上过场吗 这位选手强吗 好像挂的 他们挂给PARTING还是谁 我记得挂给PARTING好像是 这两位选手做成一个执政官 阳青帝这位选手 组成执政官 PVP打HUS 还是有点机会 有点机会 PVP说实话 就关键是看这两位选手的实力 其实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我觉得 TIST要想赢入 好像难度挺高的 能够逼平的话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是的 小明打这个随机寒中的选手应该没什么问题 小和的话应该是赢不了的吧 小和 TUT 应该也赢不了米斯克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能够逼平的话 就是一场执政官 还有一场PVP必须要赢 ZVZ 最后一场ZVZ 如果能够运气好 逼平入加闪电场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HIST这边要稍微努力一点 当然日月打小明运气有点不好 其实日月在他们这边算是一个比较强的选手了 但是被小明抓了 这个PVZ要想赢小明 很难 小明的PVZ 因为日月的打法是属于那种 打一拼一拨的 感觉他也是拼一拨 他是这样的 他是三框拼一拨 飘死图这种打法 飘死图 然后直接转那个追猎 然后不朽这样的一拨 是的 这种其实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套路 然后面对小明这种选手的话 好像机会不是很大 但小明在上赛季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战队来赛里面 表现非常的差 他作为一个国内最强的选手 他的整个胜率 他出场率很高 但他的整个胜率好像只有50%多 是不是因为大概 他输了很多牌 是不是因为他主要是在 在准备那些各的各的联赛 没有准备这个战队 战队赛他可能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所以上赛季其实陆将棋 他是要被锅的 他被张紫瑞双杀的故事 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 就跳黄步江最后 虽然自己降级了 但是他强行是把陆 是最后拖进了那个降级区 按常理来说 他应该是一个大哥位 对吧 对 好 这边进入到比赛当中 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 这边红色的神族选手 就是这个来自于 Heath的六号战队的执政官组合 TATP选手 这边蓝色的这位选手 就是Hass 就在了左下角的8点钟的位置 是的 一个进点 这个是你 看着什么 是你 看着什么 他说 他说 我们今天声音又挂了 完了 完了 上次那些互相嘲讽起来了 我 我们声音都有问题吗 我们声音又挂了 不是吧 这个太小了 我看 我看那个弹幕上面说 我们声音又挂了 完了 他们上次那些互相嘲讽起来了 怎么办 这当然一打一喷 可能要喷起来的 主要是这个Hass 现在在说Punk是谁啊 是不是菜鸟 怎么办 Punk上来就 强行憋成了菜鸟 Punk不是跟他一边的吗 他们反正现在一打一喷嘛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通过这个聊天 骚扰他 对 骚扰一下Hass 骚扰一下Hass 现在Hass探路第一点运气不错 但是这边好像TATP那边就有点悲剧了 都是双兵 比较稳健的开局 诶诶 Hass感觉 故意的吧 哦 又要狗了 故意不让你看到我农民准备修水 看哈 这一招他用过一万次了 对啊 但是他总能成功 你怎么办嘛 对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总能在前面前面点个水晶出来呢 肯定是要 肯定是要放战术的 投机摸狗流 大家对Hass还是比较熟悉的 这边飞机场 Hass这个走位的话 我估计是要直接点水晶的吧 对 来看一看啊 飞机场 飞机场对飞机场 诶 他那这样这个农民在下面 他只是为了侦查一下吗 也有这个可能性啊 但我觉得他侦查的话 应该可以动了吧 他竟然不狗人 我觉得会狗的 有点不幸对吧 有点不幸 这个不符合哈斯的风格 是的 他的农民就一直没有动啊 这边找到了 tatp的农民 两边都是使徒 哎 哈斯去侦查了 这只为了侦查一眼 但是看光了 主要现在狗不太好狗 你这个传兵太慢了 就跟以前那个直接刷兵不一样 现在你造水晶也没有什么用 你还得造到兵营才可以 所以说总体来说狗不到什么东西 对 两个使徒 这边有四个使徒啊 哈斯要直接开外框了 凤凰双开 好 基地先放下去 其实哈斯这一盘好像并没有选择 我们说的要狗的战术 对 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战术 他竟然会正常打 他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了 他已经进化了 你确定吗 确定进化成了暴暴龙兽 可以可三开可打一波 涨了一只 关键看看那个哈斯的这个PVP 到底怎么打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业余战队 这两个选择 就是TATP他们这帮选择 他们肯定是做了很多的一个 充分准备过来 是的 TATP这边感觉跟哈斯的开局 简直是镜像啊 一模一样 对 那这样的话执政官操作凤凰这边 有巨大优势啊 对 但哈斯这边多补了一个飞机场 准备拼一下了 拼凤凰的数量了 但是这个飞机场可能会造成他的凤凰在短时间内少于对方 对一旦短时间少对方凤凰打出优势你就很难打了 是的 这边已经在操作的话 聚成一个点 猛不猛 完了不要被追尾啊 这个属于就是执政官 他可以一个人不限操作的 反正无聊对吧 反正拼凤凰的嘛 对他主要是已经 呃就是要发挥就执政官的这个这个优势嘛对吧 对 那肯定要出一些占优势的兵种啊 可以搞多线的兵种啊 准备要拼起来了 嗯 哈斯这边双飞机场比TATP稍微快一点 双方感觉要抢一个滞空拳了 这个完全就是看自己的一个 对这个操作 这个真的拒的真的 他永远在操作 他无聊呀 这你把疯狂A到我这边来对吧 反正我就 诶 诶 十个使徒 没看到吗 诶呦没看到这个视野 差一点点 看着飘了看着飘了 看到了 这进来全倒呀 他应该不会进去的吧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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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坏农民吗 他这样亏啊 这也要强劲 他主要知道对方有有凤凰 跑也没有办法 哦凤凰直接过来 诶 竟然是一个人打对手双线 但是这个要被追尾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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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直接死了 这是什么什么双线 诶诶诶 诶诶诶 看一下 没有啊打不过啊 这边多一家凤凰 还是先出手 哎呦这打完之后多几家啊 多四家 五家 直接贵了呀感觉 PVP 这 这还送一家 六家 没送一家 这后面无限区凤凰 哈斯贵了 贵了呀 这怎么翻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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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不了了 这 这 哈斯想打对方一个多线 没想到对方直接直接全倒 他忘了对方是指正关吧 好了好了好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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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机会了 这个已经破晃起来 破晃起来 下面使徒就在下面随便打就好了 是的 多六家 别追了 随意随意 现在想干嘛干嘛 这 哈斯想打双线 没用啊 你 你 你 这肯定杀不过对方的 哎 主要是哈斯呢 进攻欲望太太强了一点 就没把别人当人 你知道吗 就不把别人当 当那个正常的选手来看 帮 这把别人当击打 对 好 这边直接强台 追裂 但说实话 哈斯现在农民还挺多的 但没用啊 喂 对方为什么被杀了那么多农民吗 对啊 那两个使徒为什么可以杀这么多农民呢 超级过来 诶 诶 这怎么农民杀的差不多嘛 我感觉 但是正面这个凤凰还是处理不了啊 对还是处理不了还是凤凰这个太无解了 这几个这几个使徒在里面也是乱杀 一顿乱杀 一个使徒就站这里就好了 几几 恭喜一下 这边的 Kiss战队先拿一分 是的 这个真的 这就是战队联赛 我们这个赛制的 最好玩 精妙之处 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 你强是吧 你直接运动是吧 对的 我们执政官抓你一个 再厉害的高手 碰到两个人双拳 难敌四手 对不对 但这场比赛 完全是哈斯 没把别人当人 太跳了 我觉得真的太跳了 他明明看到这场飞机场 也在出凤凰了 还是跳别人 没道理 你的凤凰会比别人多 对 关键他打了一个双线 他自以为这个双线打得很好 结果没想到 导致自己的凤凰去全送了 所以 这场比赛输掉之后的话 那开个好头 Kiss战队说不定能逼平 对 他们下面三个人 只要赢一场就可以了 最后一场 感觉机会比较大一点 第二场 看小明了 小明说实话 ZVP翻车 也不是第一次了 万一小明翻了怎么办 有可能 然后 BOE一下一下就翻了 然后小和超神 小和超神有点难度吧 一个人打两个 胖克不靠谱 蒙斯克运营出来 兵给胖克 胖克操作不靠谱 有这个可能性 现在那个门斯克 在旁边说一句 你不要动了 让我一个人来 胖克别动 对吧 别动 这个就是 一加一可能会小于一的 对 你别动 我一个人可以打死他 是的 我一个人就可以干死他了 你千万不要操作 单挑的话 蒙斯克肯定是要比小和要强 对 对吧就看我们那个胖克会不会干出一点奇怪的事情 好那这样的话 第一场比赛 我们看到黑色战队是赢下了 赫斯 这个是大家都没想到的一场比赛 是的 关键是赫斯这个确实进攻欲望太强了一些 赫斯有点不靠谱啊 太不靠谱了呀 这种就是双刃剑 你这种进攻性很强的 就像狗哥 他其实赫斯适合打什么 他适合打对方是职业选手 对 对方要防 跟他打 然后他去狗别人是好的 然后他跟别人如果是打这种 拼老命 然后对 他也不认识对手 然后 他也不了解对手 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 他好像就打得不是特别的好 是的 这个赫斯的确在这个赛季 即便他在上个赛季代表闪电狼的时候 好像也 胜率不高 也胜率不是很高 打这个战斗联赛 赫斯就少表现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强眼 对 按道理来说 他的这个实力 应该是能够跟中国最顶级的职业选手进行对抗的 结果没有想到 在打比赛竟然会输个业余选手 他的风格就适合打那种翻战 BO5啊 BO3啊 或打BO1也可以 打BO1他一定要对手很强 对 就对手各种球纹的那种 然后他始终都可以找到一个破绽 我还记得就以前他打那个谁来着的 打什么卫星这种 对 一样乱打的 就赫斯属于什么呢 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现在发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只有道理 就是这个问题 我估计路线的领队一口老血喷到 怎么会找到这种队友的话 就在这种队友 怎么办 那接下来第二场比赛了 第二场比赛就好玩了 第二场比赛小明要对阵日月 PS沐恩桑 这位选手是HIST战队现在最强的打手之一 其实现在HIST两个得分点 一个是沐恩桑 一个是这个小和 对 今天都非常不幸被抓了 如果小和其实能够抓到Rex 还有机会 小和的TVZ打的好像还特别好 对吧 他如果能抓到这个Rex是有机会的 他上次TVZ 我这差点把韩国人 就雷锋那个队的刚甲 差点干死了 他挣扎太多了 他散机枪的确定很厉害 对 但是他有时候是为了散而散 就是别人还没打 他一针扎 他一针先赛好了 然后别人就跑回去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就有点紧张 太急了 就打韩国选手有点紧张 比较怕 对 感觉职业联赛 可能打的并不是很多 那第二张图 星盖瓷宝 星盖瓷宝 PVZ 我想想 星盖瓷宝的话 这名选手好像是韩国的 不是 韩服的一个随机韩中选手 对 随机韩中 大概 其实 现在应该进不了了吧 随机 随机应该进不了 他 我看他在韩服的MMR5000多一点点 可能是随机 随机5000多一点点吧 他的神主肯定是要比这个要强的 是的 肯定要比他 就是5000多 可能他神主会打到一个 534的一个水準 他的神主应该还是偏打一波 偏打一波 他的神主比较喜欢用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先飘使徒 飘完使徒之后 然后选择 再搞点事情 就是 他是冷静 他好像不太出凤凰 他不太出飞机场 对 他是冷静 飘一波 然后飘一波之后 然后直接选择了一个 闪追不朽的 这样一个打法 就看小明偷不偷 小明打职业的 最顶级的比赛 是不太偷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 面对的选手很强 但是打业余选手 有时候小明会无脑 就是很默认那种 很默认 对 无脑不农民 想用基本功压死对手 这样的话 也许摩文桑会在 这样的一个机会 会有一些机会 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许就是 比如说 一波水流飘到了呢 对 不过小明 如果他打得近 小明这个风格很奇怪 他分道比自己弱的选择 有时候也会选择去一波 也是欲强不强欲 好像也是这个 上赛季 我记得他一波 孙一锋没成功 孙一锋守住 孙一锋赢了 然后孙一锋吹了一辈子 他反正有时候会 很莫名其妙的去一波 打比自己弱很多的选择 要强行一波 对 这个属于性格问题 我觉得小明有时候就是 莫名其妙会去飞龙起脸 然后把自己骑死 这个不是莫名其妙 这个不是你说了一句吗 前两天他又去骑别人脸 前两天不是赢了吗 我就不管他输 反正先骑了再说 我说他很喜欢用飞龙去骑别人脸 就这种很有观赏性 这个 别人三四个球的时候 他不管的 就骑 我记得他最后骑骑的呀 骑的连是骑探机嘛 对 骑银的 这个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身经百战 飞龙骑了一万次以后 他总归会找到那个突破口在哪里的 好 黄慧明啊 28岁 也是老将了 这个 小明现在练习量一样 跟我年龄一样 练习量其实挺大的 小明的练习量 他最后拼一枪 他他说了 最后拼一拼一枪 实在拼不到了 就只能去 就默默地退役了 干点小买卖去了 什么叫干点小买卖 是什么鬼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买卖 他要结婚的呀 他准备结婚了呀 已经结婚跟干买卖有什么关系 结婚以后就要需要一个很稳定的收入 是不是啊 干买卖也不见得很稳定的有收入吧 那没有办法 他总不能去当什么餐厅服务员这种吧 不是 你可以去 你可以 比如说我觉得他那么多年的职业 他可以当教练 对 你可以去当教练也好 你可以从事这个行业的任何 很多工作都好嘛 这个行业现在也挺好的呀 挺发展的 对啊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他对手日月啊 日月 这为什么叫日月 公名 文桑也不就是日月 因为他的名字有个名字 我总不能说他是那个月日吧 月日 月日好像有点奇怪 这个对啊 这个名字很奇怪 他PS moon song嘛 PS song moon是日月嘛 PS moon song就是月日嘛 月日 每个月日 好像有点那个 你又总你想干嘛 你想开车是不是 不不不不不不不能开车 哪有这个不是官方解说台是不是 什么叫不是官方 我们new tv的九州台 不是官方九州台吧 是new tv的官方解说台 哦 new tv的官方解说台 你就想开车 不不不不不 不能开车 这万一被上面看到了 很危险的 差一点 差一点都总就开车了 没有 这个我突然有点难以接受 在这样的直播台上 91经常开车的好不好 91在这个台上还好 91是这样的吗 还好他在就是在 在打什么 那个跟妹子打 上次跟小 跟小钱打那个什么的时候 啊也那个太无了 是这样的 91一般就有个镜头 这样对着他的时候 不不不 那个不太敢 这种不是不太敢 他就变成变成一个很正经 但是如果假正经 他一旦回到家里面 然后就开始 然后跳跳舞之类的 各种开车这种事情就出来了 对吧 比如说你什么 你下面两不两块啊 这种 一家之主 微微 好来看一下出点位啊 这边蓝色的重组选手就是小明 特的明是存在了右下角的四点钟的位置 而左下角这边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 门色是存在了八点钟的位置 嗯 这个图的话 他感觉要叫兵营双开啊 神族这个都开局上是 嗯 这个新赛者图 说实话只有两张图都很奇怪 哪两张 茶山科好这样吗 对的 还有一张呢 这就以前那个云之国度那个 那个翻过来的那个图 基本上差不多的那个 对对对 三框有两块石头 回去那个叫螺旋走了 那个那个图打打 打T简直是哇要抓狂 还好呀 我觉得打T好难打 以前你打这个云之国度怎么打 这张图就怎么打 龙狗独暴呀 只有龙狗独暴呀 蟑螂拱不上去的 就龙狗独暴啊 这个图他手 二框和三框中 中间蟑螂根本没有 你上来先把他旁边的 就是你搞机会吧 嘻嘻地撬掉 把他旁边的石头都撬了 然后他一出门 你就换他三框 哦 男兽都要死 我跟那个云之国度这样的 就以前云之国度就这么玩 对啊一出门我就换你三基地啊 先把你三框先端了 对啊 你就这样打就好了嘛 小米落三了 小米以前用的一个开局 就是裸三接空头的一个开局啊 小米反正裸三也裸得很顺的 这个图裸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关键看这个日月怎么打的 这个图的话他双兵营啊 日月接了个双兵营啊 使徒飘过来还是有点久的 看能不能飘到点东西啊 嗯 双兵营的话 第一波使使徒去到四个左右 可以强飘一下 尝试的强飘一下 但他这个双兵营感觉有点早 双兵营这个飘好像也飘不到什么东西 对有点晚 因为他是先双开的 可飘双兵营的 不是只上来直接双兵营 对 好 现在也确认你是一个裸三开局 确认的之后再说 这个双兵营使徒应该什么都飘不到 嗯 重逐狗速已经在提了 他可能是为考虑到这个图口比较大 先堵个口再说 顺便小压制一下 小米已经看到了对方的双兵营开局 这样的话多出几条狗就好了 对 大概到十条狗 十多条 十到十二条吧 基本上就够了 又是一个使徒开 对他非常喜欢用这样的一个 而且现在也比较流行吧 就是攻速使徒先飘一步 是的 看小米怎么打 小米 但他出了一个 哎 不对哦 他出了一个追列 出了一个哨兵 他干嘛 他的封口嘛 封口封侦查 他这样企划的比较多 他今天准备战术来了 难道要走引刀 这个VC是给小米看的 他VC以后接的东西感觉是有引刀 这边什么都没有 连个卵都打不到 没有 我觉得他是不是这个VC就是给小米 压力就是 我好像是要 飘使徒实际上可能要速三 因为他出了那个哨兵和 哨兵和那个嘛 要速三 哨兵和追追列 他速三开以后 不知道六个兵刷死图吧 应该对对对对 应该是个打法 但这个图是开三框 真的是有点难开啊 他速三嘛 这这一招啊 就是这个日月的这一招啊 挺厉害的 成名绝技 就打你那个 就打你刚好打到你的 那个刺蛇带赌报的一个timing 好小米这么早下来赌报 怎么冲超 很稳啊 他是为了防守对方的飘使徒 是不是已经看到那个VC了 嗯 应该是看到了 小米哦 抱狗了 他不要你开了一个 对看到你这样开 肯定不让你 诶 这这这 这直接崩了呀 感觉 他他为什么不进去啊 小米自己是不是也刚才有点 崩了啊 你后来怎么可以感觉可以进去 哦 这围得不错 围得不错 小米刚是有机会进去的呀 但如果这样送一把狗 你是不是打不进去啊 但是后面这把狗可能想不到 嗯 小米又接张 这个打法有点狠啊 他只是稍微前压一下 其实我觉得小米刚刚如果抱 抱狗凶一点可以直接按死他 对 刚好是按到对方一个速三 但是这个也没问题 这把狗 可以把三框逼掉吧 锐月根本就没想到对方会这样 再抱一把狗 是的 关于他三框还没有水击 哎呦掉了这样掉了 三斤掉了 扫兵不够啊 至少要四把立场 看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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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能不能守一个 一把没有没有没有掉了 三把立场应该就可以搞 哎 两其实两把就守住了 嗯 好亏啊 三框掉 谁亏这个地方 谁亏 他还在转双飞机场 有点飘啊 这个战术 这是很复古的一套套路了 双飞机场转凤凰 小明使又使出了一个埋地动蟑螂 埋地蟑螂 他是先抱了一波狗压三框 然后再转蟑螂的一个战术 对 看到了看到 这边完全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规的ZVP的一个套路 嗯 不过小明好像农民捕的优点多 四框都甩出去了 蟑螂感觉不太够啊 嗯 不过这波使徒应该飘不到什么东西 看看进攻的位置 哎 正好在变火蟑螂这是什么鬼 这 这三块招中了呀 强杀两个还好还好 跑得还挺快 跑得很快 直接飞 这个是有攻速的啊 所以大农民特别快 对 要走上去看到你司机叠 也确认了你出这个蟑螂的意图 是的 这时候慢慢续凤凰 等对手蟑螂出门的这一刻 然后凤凰直接把火蟑螂抬了 凤翼天降 这边只能回家了 看到烧不到什么东西了 但是感觉回不去 嗯 半路要被解 哎 还回头 小明要满了呀 小明看这个样子感觉要强 强往三框了 对 现在这个 摩文桑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是直接转了3vs 家里面 在转虚空了 他已经在转虚空了 他已经知道对方要这样打 对 哎 这套战术是 前两天那个的战术啊 谁的 那个 patiens打natural的战术啊 嗯 哎 他这个凤凰 小明这砸自己是什么鬼 怎么这个 砸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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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这个火蟑螂变得这么多的情况下 他的气可能会消耗的有点大 小明就会有点狠啊 我只能说 对 好 这边打掉走 哎呦 操作不错啊 但是火蟑螂被白杀了 哎 这操作 操作 哎呦 再台 这火蟑螂被刷了很多了 对 关键过去有虚空了 在白死 过去 过去有虚空了 火蟑螂已经数量不是很多 这两个虚空离一堂一个 哎呀 小明 送了两个 走不动啊 传你不不不 传你不错 没事 他家里面刷点兵就好 哎 这他怎么顶出来打了 顶出来什么鬼 他强行吃火蟑螂 这 这为什么能顶出来打 没必要吧 对吧 对啊 这个空地 只不知下包就没了 他其实刚才不顶出来 就在这里跟你耗你 你还小明 还真顶不进去 家里已经被狗穿成 马蜂窝了 再穿一波狗 感觉双方在基本功上 还是有差距啊 对 他不应该顶出来打的 他不顶出来 小明 这波很亏的 他就守高地嘛 对吧 对啊 我就守在高地上面 你冲 我就立场隔一隔 然后我用那个 虚空打你嘛 就好了 嗯 他这个强行出来 确实是有点伤 其实他刚 当时的三框经济是饱和的 如果能够吃掉这一波 自己开四季地 爆虚空 小明还没那么好打 对 小明这波蟑螂瘦爪 其实挺伤的 对 只能说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忌惮于这个小平的整个实力比他要强 所以他这盘的打法上来说显得比较激进 对 他现在要去去偷偷家了 这不是四传已久的妈妈船偷家了 这没用啊 你现在偷有什么用呢 小明你看各种各整个小地图全部埋了狗 嗯 视野看得很好 这边刺蛇够吗 够了够了够了 我估计不敢 这肯定不敢的呀 将来 你失去点击地说不定母舰核心都没了 是的 他就五架虚空啊 根本不够看 对 哎 他说过来吃正面的 好聪明啊 但是又怎样呢 这波兵 你打你三级地就没了 你虚空一路面 对方三 蟑螂就换三级地 呃 这边 没机会了 他这个顶出来把自己主力送了 太平 太冲动了 这边还被追击 战术其实他是准备好 想用这个 就是暴虚空的战术来对抗小龙 但是在一些处理方面还是没有做好 对 还是太紧张了 对 他面对小龙的时候就觉得对方可能比他强 很多时候就发挥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很多业余选手 一个东西 就是他很怕职业选手 实际上职业选手没有你们想着那么强 放开打就好了 对你只要敢跟他拼 其实是你有机会 是的 放开打你就不要上了上来就怂了 心理上怂了 那你的战术就出不来了 机器 那这样的话 恭喜小明是为入战队是扳回一分 是的 这一分算 算比较稳了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业余选手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心理层面上不太感受 就怂掉了 对 但实际上我们说职业选手们都是血腥 你打就好了 职业选手这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这种BO1你怕什么对吧 对呀 拼一下 你看Lowe总 是不是 以前也是个职业选手 现在你不是你们也有人能打败他吗 一个道理的呀 不是我现在已经退役选手了 不能算职业选手 我说曾经你也是这一分 你当职业的时候你你有想过打业余的吻吃吗 没有啊 我碰到业余的其实还是挺慌的 就有些业余选手他其实是自己乱的 倒并不是说你 并不是你把他打乱了 就感觉他们打就没有信心上来就感觉就很畏所畏为的 要么放一波是的 要么是要么就是那种拼命偷 这是两点 实际上他如果你想平时你在天梯上碰到一些业余选手他们挺强的 放开打把他像那种厦门孙一峰是吧 你不觉得你不觉得挺强的吗 但是一打比赛就感觉变了一个 一打比赛就感觉他们不会打打不来了 就感觉各就各种失误呀 操作也失误然后运营也失误 很拼而且经常打一波 这就没没有理由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样的战斗联赛其实很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是想让业余选手断练更多的跟职业选手有这个对抗的一个机会 而且你想拨一的比赛输了其实对你来说 也还好 像这种联赛吗 输了也还好 所以战队联赛其实是可以让你放开了跟职业选手进行一个对抗的一个比赛 所以没有必要打的那么功力畏首畏尾的 你就跟他你就当时比赛里面我跟他练习一下 想好一个战术上来就用了就好了 对把自己的战术先执行到最完美的情况就OK了 对这场比赛就是日月整个战术他是想的 想过的就是先用室先速三偷偷出速三 其实他他当时就一点点失误 如果3GD开起来再转双vs出凤凰凤凰接完之后直接转三vs虚空 是的他是想好了的只是整个执行上来说出了一些问题 就那波兵出门那莫名其妙顶出去了对被狗包了一个圆 其实那波不出门小明胜负还真不好说 嗯你想想虚空马上就成型 是的小明那些根本第一波是没有什么刺扯 走过去的时候火蟑螂已经被抬得差不多了 根本没有什么兵 如果你当时你没有蟑螂 你就是一些刺蛇跑过来他虚空成型带了一个使徒 带使徒是完全不大 你是肯定打不过的你刺蛇 好下一场比赛来了啊蒙斯克吴传涛 17岁的小将啊也是现在中国人族的三叉之一啊 还是很猛的 他有点猛 我跟他打过他那个基本功太可怕了 对蒙斯克现在就是他的暴兵能力真的真的好 真的是有点强只是他他有些时候只会暴兵而已 不是他会爆炸他心态会爆炸 对缺乏一些其他的东西 据说蒙斯克经常会打着打着就是烈士就砸键盘 这么爆炸的啊 对就爆炸 就感觉可以跟以前有一个选手一样的呀 Shadows 对就心态不是很好啊 P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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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日天这位选手 他这边选手本来是高效的 我这次都是打那个高效联赛 高效联赛 但是高效联赛无奈被解释 占了五年 我觉得明年大家肯定看不到解释的 应该是 这太过了呀 每年都去那我也可以去 你为什么可以去 我我也说我没有毕业啊 解释毕业是没毕业啊 那我也没有毕业啊 你为什么毕业没毕业 解释现在是那个 是留校生事啊 不是留校 别人解释是修学 半生的拼 半生修学在打职业 可以的 这个这个读什么字啊 三土是什么字 三个土 这个三个土 你问我这个问题 好像也问倒我了 哈哈哈哈 好像读猪贵城 你确定读贵字吗 我有点不算确定 你还不如说 你还不如叫他猪三土算 三土 这三个土真的真的不太清楚啊 这不是变了这种字 有三种办法 一个是看他的形状 一个不要看的 我们就吃了文化的亏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反正就不知道 书读少了 我们两个都不认识这个字 这个小和这位选手 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外卡赛 GPU的外卡赛上面 中国好心计 不要 其实表现还可以 但是 有点可惜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他输给了李里面子 没有进入GPU的一个正赛 有点可惜啊 但是他的整个表现还是算比较稳定 而且他的发挥属于那种 就是打直接选手 比较 不是很虚的选手 比较不错的 对 好来看这场比赛 出身点位 红色的人主选手就是小和 出在了右下角的四点钟的位置 而左上角蓝色的人主选手就是 蒙斯克和Punk的这个执政官组合 蒙斯克 这个是一个虫一个人物 怎么想到也结合不了啊 难道是一个雷诺和凯瑞干 就我我没想 呀 呀小和直接跳死神呢 这是要拼一下了 他是觉得打蒙斯克没自信吧 我也觉得 哎这边哎 哎好像不是跳死 双方 哎这边这边操作失误了 刚刚农民全部脱了一下 这没关系 这个好像这个不是跳死神哦 这个好像野光头啊感觉 对小和直接说根本打不过 有上来 然后被探路探到了呀 哎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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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算过了 根本打不过上来先装个手 正面他有放那个吗 正面好像没放兵营的样子 他更打不过好伤人呐 这感觉胖克被被侮辱了呀 胖克好伤人呐 本来就打不过对吧 然后你还让我 但是双方都双兵哎 被侮辱了 双双方双兵营的话 我感觉放家里的转了呀 对 蒙斯克单挑小和的确是打不过蒙斯克 是的 蒙斯克也算是 我直接野光头了 你两个兵野光头 对啊 这不那个战术吗 哇 记得谁用我 杰克基啊 杰克基斩未严的那套那套战术 好不好 杰克基从此一战封神成为马带 哈哈哈哈哈哈 那那岂不是比我还差一点 那我是赵云啊 你怎么又变赵云了吗 我一直都是赵云啊 武上将长山赵子龙前子龙事业 长行赵云 真的呀 我在中国能不能算个赵云吗 你在中国也算不了赵云 赵云武力不高的就96点而已 你看蒙斯克已经意识到对方是野了 但是不知道野的也在哪里 找到了 这个农民的位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看到光头了 已经知道了 野光头了啊 要修个地宝吧 而且他是双倍野光头 你知道有多狠 太狠了 一般来说的话 别人是一个 就是一个出光头 然后一个出那个 呃 机枪 对吧 是的 他双倍野光头 哦这个死神拉的不错 强行用农民过来卡位置 他光头死了 他光头碰到金刚独龙钻 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没有他这个骑士 应该是直接先开个视野的上去 细节不是那么好 完了呀地宝好了 诶 强行A地宝 地宝好了就是上不去了 你打这个农民没有 这太没自信了吧 什么上台放了这么邪心的一个战术 没必要吧 我觉得 其实小河这里有一个操作失误 就是什么操作失误呢 我大概可以给他建议一下 就你不上来两个农民往上拉嘛 拉上去什么都不管 先派一个B1 这个B1的作用不是卡什么东西 就是卡视野 对 你只要有高台的视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因为光头是6的射程嘛 对 光头先在上面不停的占他便宜 然后你让他修地宝好了 他这个地宝 你只要占便宜占的足够 你的光头输出最大化 地宝不一定能好的 是的 对吧 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个小河 完全是没有自信大的 他上来放了一个这么极端的战术 对吧 他上来操作上方面也没有震到什么优势 对 就整体上来说还是自己自信不足的一个原因 看到对方蒙斯克就直接吓到了 蒙斯克以前也是个业余神说 你怕什么 对吧 他以前也是个鸡啊 你想啊 他们两个关键是年龄也差不多 对啊 蒙斯克只是因为可能比你早职业半年 然后他苦练了半年 那半年他可能现在是比你强那么一点点 但是又怎样呢 我觉得反正punk这种一加一小于一的 对 你怕什么 旁克总会操作的 他不可能在旁边看的 对 他不可能坐在那边不动 他总要操作点东西 对吧 操作几个兵也是几个兵 我觉得你反而这场比赛显得 就是你这种自信心不足 你就很难出成绩 是的 你看很多现在从以前从业余选手成长为职业选手的那些 就是选手啊 包括探机也好 泰姆也好 他们这些选手 他们从业余选手的时候 他们打职业选手就不怂 这个很 就打得非常凶那个时候 对 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小和平时 而上次在外卡赛接触下来 感觉他是一个挺自信的人 对啊 他每次赢了9-1这种都会迷之微笑 对啊 就感觉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结果没想到碰到职业选手就 就这样了 他今天可能就准备了这套战术了 然后结果发现对方细节很好 探路什么都做得很完美对吧 对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 有点可惜 反正这样比赛有点可惜 那这样的话黑色战队能不能逼平速 就看最后一场 对 他抽一场也不好打呀 Rex 其实我收到过他 对 证明虫竹的实力 呃 跟我博仲之间非常的强大 哈哈 不要补补 你不要补后面那句好不好 干嘛 非常非常的强 是很强呀 跟你博仲之间 那你就不要说前面那句 我可以跟他A的有来有回 大概五五开 在我跟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 那就博仲之间就好了吗 你后不要补后面那个非常强大 非常强大是一个修士词 对不对 那我现在问你 你强不强 我不强 怎么这么低调 不像你的风格呀 哈哈哈 不可能 你想挖我坑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不挖坑的好不好 最后一场比赛 这个 Rex要打这个Roy 对 Roy的话这名选手 Roy Roy 这位ZVZ 这个Roy这位选手 我好像了解的不是很多 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实力 我们不认识的选手 实力大概在业余中上水平左右吧 对 其实有些选手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很熟悉 特别是业余圈的 就是他们经常 麦老爷 他们经常会跟我聊 这个业余圈 谁谁谁很强 麦老爷这种 就我基本上 基本上他说的很多人我都不认识 不是他 他麦老爷是找的 是这样找的 跟自己水平差不多的 他觉得他很强 能够跟他A的有来有回 他觉得他很强 其实那种都是 不是有来有回 只要能给他造成压力的 都很强 他都会觉得很强 其实那种人 跟他是一个档次的 你知道吗 比他弱一点也很强 麦老爷一般是 只要能给他造成压力的 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很 这个人我跟你说 这个压迫感真的很 上次我跟他打 怎么怎么怎么 都说了一大堆 这个人什么 然后我说 我怎么不认识啊这个人 然后他说 当然对我没打过我 他都打不过他 麦老爷老是这样 老是这样跟我们 打麦老爷 其实那个T很简单 三气蟑螂过去 他不可能打得住的 就两块三气蟑螂 直接往前一走 麦老爷是打那个的 他打神秘的时候 他跟我收到过一次 在国府的时候 那个王 吴里奥在玩国府收到他 来狙击我 然后选了一个T 我三气蟑螂再往前一走 他就击击了 三块都不用开 就三气蟑螂蟑螂硬 硬硬硬硬莽就好了 这样来的 他其他前面那个运营细节 就是他现在已经废掉了吧 现在他好像在守望吗 不是 他守望也很菜 现在守望剧 他刚开始他据说他守望 他他说他要打职业 然后然后现在好像别人 也不要他打职业的 守望我好这边是Rux 守望我听说过一个故事 他跟小贤去开黑说要带小贤 然后小贤跟他排了两排默默的走了 雷浩诚就位Rux就位选手来自于台湾的一位选手 这位选手其实实力还是挺不错的 还挺不错的 他练的很多 上个赛季我看他好像练的非常的可怕 对 所以需要看看这个Rux最近进步的情况怎么样 他在我记得他是3比2赢呢 State进入到了这个夏季赛美洲区的最终的一个争夺战 很很强啊 很强啊 对很强啊 他的对手石瑞啊 瑞 石瑞这位选手 25岁 那年龄还算比较大 年龄挺大了啊 对 这销魂的小表情 哼哼 为什么现在这些 感觉是艺术造 夜宇选手为什么 形象要过关 你放照片 大家照片能不能拍的时候 不要拍那么非主流的照片过来 就正常一点 不要每次搞一种 就像你的表情包一样 什么我的表情 那个摄像老是在乱搞跟你说 我不要那种照片呢 你不是也有很多那种表情包吗 有吗 有的呀 网上流传让你非常多表情包 哎 那种都是乱节节出来 其实我是一生正气的那种状态 你知道吗 你现在回去问 你直播间问一问 好来了啊 嗯来了 这边红色的 呃 虫组选手就是来自于 Hiss战队的Roy 是顺在了 左上角的这边的11点钟的位置 而右下角蓝色的虫组选手就是来自于 台湾的这个Rex 这个风神之地啊 这个名字就很邪 这个图我其实觉得可以直接裸三黄金矿的 我打ZVZ有一招猛的钥匙在这个图上 裸三黄金矿 直接甩黄金矿 这张图对吧 这张图因为离得很远嘛 就先甩黄金矿吧 对 但是碰到这种束狗的就直接死了 这张图其实很少有人束狗了 但是 我们看这Roy好像也是上来想拼一枪啊 对啊 双方好像 这个图你束狗其实真的是很远啊 十万八千里啊 他真的是裸裸三黄金矿呀 哎我说说的呀 他他裸的黄金矿并没有裸三 哎这种各种说哎呀我好卡 我没办法打实际上就家里面就直接提出狗一波了 全部是在我跟你说是九一交的呀 各种示弱对吧 上来先说说话聊聊天对吧 对 这个图你要出狗的话要闹一下 要闹一下 呃 他远了 他停气了 他好像是想开矿的吧 他抱一波狗然后速二开 那这样的话还不错 他上来如果把黄金矿咬了挺赚的 对 这黄金矿不一定守得住的 看他的狗是怎么捞啊 从右边捞 这里捞的太远了吧 这他在等吗 他在等狗速 他是直接 哦然后这样再开黄金矿 嗯他要从右边转过去 今天想过的这个战术 他在续狗他在续狗 但是狗速还有很长的时间 他为什么又绕回去 这他要从左边捞了 其实从左边捞比较近一些啊 哎 你就哎就好了呀 这个有什么好绕的吗 他可能想打一个出息 不会被打死了 把他拖了一波农民过去 到黄金矿 哎真的有可能被打死啊 看这边在出独暴同潮 十二条狗 摁下去了 他要一波按死别人啊 他在等狗速 他在等狗速快好了 要准备一波冲出去 但是你这个房子看到了 这个二矿这么慢 哎看 他只看到黄金矿好吗 他以为他三开啊 感觉对方是三开 应该不会吧 他在暴狗了他在暴狗了 这个不太可能 他是看黄金矿太早了 他想一波按死对手 那刚好好像 你们来不及吧 来不及这个地方变毒吧 他第一时间变毒包可以 第一时间变毒包可以 他不一定想得到对方 不一定想到对方会来吧 他不能开始 他还在刷狗还在刷狗 看到了 看到了 哎别藏了呀 就a了呀这个地方 狗速没好玩了 这波狗被吃会很伤啊 这 变毒包 这个可以强要毒包 刚刚变的 可以强要毒包了 疯狗强要毒包 感觉死了呀 这 逼平呢 死了呀 关键脱了一波农民的黄金矿 太伤了 哎 不好的 这是什么操作啊 那你 哎 这一加一 他们是执政官吧 不是执政官吧 不是执政官啊 这这什么鬼吗 这个不是在送狗吗 再给他 哎呀 他刚才a不就赢了吗 他直接把 后面那波狗吃了不就好了吗 对啊他 他转了一圈 然后撞到了一个 其实你把这波农民咬了 你就你就大优了 是的 大家农民数量很一样的 你的脸上 你把你把这波你把这波狗吃了 然后你就不限接狗 是的 你吃了一个女皇 你吃了一波农民 对方顶多也就十个农民 嗯 不可能再暴力出兵的 是的 他这部农民只要咬了基本上 他现在死了呀 别的两个基地的卵比他那个呀 这也能翻 我觉得rex真的是 又也是捡过一条命 好 打枪换家了 招不住了呀 这个 上面会不会有神奇毒暴出现啊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 别别撞了 别撞了 啊 这 这 上面会不会有神奇毒暴 不可能吧 家里肯定已经没了呀 家里已经没了 他也对上面有没有神奇毒暴 没有没有没有 他家里一个狗都没有 哦 哎其实刚才这四个毒暴 如果留着上来 说不定创造一片天地呀 是的但他家里还是守不住啊 他家里必须要有毒暴才可以 对呀我就 哎呀这个 可惜了可惜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 这真的是 A就赢了 战术其实是已经准备到位了 但是呢 没发挥出来 就是那个迷之疯狗 迷之疯狗 迷之疯狗一波 在那边被那个女王打 然后一波分上去 当时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把这个女皇咬了 然后顺便把二矿农民咬了 大家都是17个农民 你在当时Rex的二矿 我估计啊 7个农民有的 咬完他就是 8个才是10个左右吧 很多反正二矿 然后如果咬完的话 他其实主抗只有10个农民 而且只有一个女皇 你你两基地不停的捕狗 他是不可能打得过你的 是的 哎这个非常可惜啊 他这波只要那个狗 数量上在压着对方 他出来的狗就把它吃掉 出来的狗吃掉就可以了 已经封住对方出兵点了 对 因为他是开黄金矿的 主抗那个冰下来也很慢 对 这个太可惜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 战术准备充分 但是竟然没有打死Rex Rex也算真的是 板回一条命 是的 很不幸啊 很不幸啊 很不幸 这个是1比3的比分又是落败了 那这样的话 又是没有拿到大分 这个很很艰难啊 是的 我觉得开局两场比赛 一轮是被雷锋4比0 一轮是被入3比1 感觉保持有点危险啊 对 所以说我说 他其实入啊 这些不赢都行 一定要赢那个FFA和Solo Ancer 是的 他们必须要赢 不赢的话 他很难保击成功 是的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到此结束 入战队是3比1赢的这个Hist 那接下来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看这个FFA要对阵的是雷锋战队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看后面的比赛 我正在占领目标点 有人想来吗 我需要治疗 我来治疗你 我们得击退他们 消灭这个目标 炸弹来了 阿娜 向你报告 我正在进攻 跟我来 营长要失效了 你已被纳米激素强化 把敌人全干掉吧 我看到你们了 五时已到 该熄灯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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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尾 黄瓜 往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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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试验题需要进行试验 清除完成 不堪一尽 恐惧反应 很恰当 亲爱的法瑞哈 每个母亲都希望女儿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为此 我不惜付出一切 我对你说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护你所真爱的人 你在英雄们的陪伴下长大 并沉浸在他们所说的冒险和光辉事迹之中 而最终 你也想加入他们 但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从未告诉过你 为了保护队友而不得不扣下扳机的重担 但这是我的任务 我的职责 直到有一天 我失败了 一刹那的犹豫 改变了一切 一刹那的犹豫 改变了一切 所有人都相信我已经死了 我想那才是最好的结局 我几乎失去了一生中真爱的一切 与战友道别 亲手暗葬那些最亲密的人 尽管如此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需要我的保护 所以我必须战斗 继续战斗 为了那些期待着我的人 希望有一天你能明白 你的妈妈 阿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生意中的一个新闻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新闻 充足的东西 新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X世袄 当时制作为一些新闻货场 既要以新闻货场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产产生意中心 即使你也能致上 遗盾 Op、萤一则 那你个价格会特别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你是被被则害 被人遭致困 为了一 organizational侴 We'll combine several of these mutators and present a mutator challenge. Let's take a look at two of these challenges. The first takes place on Oblivion Express. You'll still have to stop trains from escaping as before, but the undead have risen and waves of Infested will constantly test your base defenses. Pure Darkness has replaced the Fog of War making it even easier for enemies to sneak up on you. Finally, whenever you take down an enemy, Invested units will rise up in its place. The more health the unit had, the more creatures will spawn. The second challenge we're looking at Takes place on Lock and Load and is all about speed. Enemy units move twice as fast, giving you even less time to react as they take over map objectives. They'll use Time Warp against your army, slowing your movement and attack speed. Additionally, mag mines a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map, promising to bring an explosive death to a careless army. The second addition to co-op missions is mastery levels. All experience you earn on a maxed out commander will go towards gaining up to 90 mastery levels. Each mastery level grants you a point which can be spent to strengthen units and abilities across all commanders. We're excited to bring mutators and mastery levels to co-op mission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your thoughts. Do you have a cool idea for a future mutator?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about any you come up with. Thanks for watching,and we'll see you soon. Just wait,we'll see you soon. Just wait. Just wait. iman